烟就分为吸停和呼这三个步骤 吸气的时候呢 是讲这个烟啊 燃烧的产物全部进口 吸入了体内 这时候呢 我们讲这个叫主流烟 然后停吸的时候呢 这时候呢 烟汁呢 它会自行燃烧 这时候也产生了众多的化合物 散发在我们的环境中 这股烟呢 我们叫侧流烟 然后呼气的时候呢 吸烟者是会讲我们吸入的 这个主流烟 然后进口又呼出去 这时候呢 它占有主流烟的一小部分 约50%吧 也就是它吸入的气体里面 50%它会呼出去 所以呢 我们环境的这个香烟的烟物的组成呢 是侧流烟和呼出的这主流烟组成的 为什么要这样分呢 分为主流烟侧流烟 是因为哪怕来源于同一支烟 它这两种成分也有很大的区别 因为它们的形成的条件不一样 像我们讲的主流烟啊 它燃烧的温度高达900度 所以呢 它的烟物组成的成分呢 一般是负氧的 多蒸馏 还有偏酸性的 侧流烟的燃烧温度呢 基本上是600度左右 所以是个贫氧的状态 然后多还原 偏碱性 主流烟还是侧流烟呢 它均含有几千种化学成分 其中致癌物质我们前面讲了 都是高达69种 但两者相比呢 侧流烟更具毒性 每点燃一支香烟后呢 侧流烟中的一氧化碳 烟碱和强致癌性的 比如本冰比吧 亚硝胺啊 含量分别是 主流烟的 5倍 3倍 和4倍和30倍 所以呢 大家通过这种成分的分析 可以知道